翻這檔式 喂… 我… 我… 這比較像拿到白包 那種白包 冠而婚約紅包給 不提上Mail口對空空怎麼辦 怎麼這樣 你只有我上這個困套 我鼻子彈你 今天講到紅包這件事情 我剛剛就是表達 有時候拿到少不爽 拿到多也覺得不開心 因為過年的時候紅包給出去 我家寶貝由自禁師看得出來顧家 他年紀很小的時候就跟我說 媽 你應該多生一個小孩 因為我們家只有一個兒子 可是我娘家這邊跟市長這邊 所有親戚朋友至少都是兩個 所以紅包一給是給 不是一單 他看媽媽給紅包一給 應該是兩個 回來只有一個 看這孩子多貼心 十歲而已就跟我講這件事 我今天講到紅包 其實真的是一個學問 尤其我們有分長輩的 然後平輩的 晚輩要怎麼發 那看得出一種誠意 沒錯 老師有沒有發生過其他紅包的事件 我很朽啊 就是很多年前 十幾年前喔 美人姐結婚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古教業嘛 他是教中文的 國文 有人家中文 兩大天后 他是武教界的 東邪 西邦 又來了 又來了 那體育就代表他們是 武教界的 玄文樂老 然後呢 然後呢 以前他是 我國文老師嘛 不管怎麼樣 婚禮的時候呢 因為收到帖子 我很榮幸啊 我跟市長兩個人就連妹參加 然後要包禮對不對 所以我帶了一個紅包袋 市長呢 就車子停下來就找一個提款機嘛 一提就提兩萬 然後一上車呢 就說包多少 然後他就說六千 我就把他給我那一疊兩萬 抽出六千塊來 剩下一萬四 包進去紅包袋 厲害 不是包多的問題而已 一萬四 從一千塊 就是不吉利 對 從四就是指揍 還好事實是你美人 現在婚姻幸福美滿 可是他應該也是蠻會記仇的人 蠻會記住 後來你知道 我們進去送禮金的時候 不是會 他會當你面前數嗎 一抽出來 一數一數一萬四 市長看怪我 我跟他 而且那個數就是 在婚禮是 很不好意思 會出現的會 我覺得你一萬二就算了 那真的就是我的錯了 沒錯 你看包這麼多 所以講到那個紅包 那數字是一個選擇 對 有時候你剛好 我覺得包多少事 失禮很不好意思 這件事不應該拿來講 今天要教一下 一個上班族 紅包這件事情 要學習 有做過問卷調查 一千五百零三位受訪者 高達四十三點六的認為 親友結婚場合 最不知道怎麼包 大概就是過農曆年的紅包 不知道怎麼包 對 我們今天就好好來討論 歡迎來賓 好 首先第一位 紅包價碼 他是了 搞笑天王 搞笑天王 Yellow Vemma 團長沈玉琳 來 紅包呢 一定要好好包 不然小心被滅掉 Yellow V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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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越差越差越差 越差越差 來 操個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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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是百雄一直不知道 我們當他在幹嘛 等一下你也要這樣 對 你也要這樣 這節目的回憶 每次都要這樣 他老公會生氣 誰 是不是不搖 歡迎下一位機場位紅包 傷透腦筋的美麗人氣洪百榮 大家好 Yellow Vemma 所以說呢 不管是紅包或是白包 只要跟錢有關的呢 就一定要好好的包 跟錢有關 對 那說錢有關 下一位來賓 紅包錢也都斤斤計較的 理財三家羅燕麗 哈囉 大家好 我也是那個最不划算的一個 因為我沒有生小孩 可是我親戚好多少朋友 對 所以怎麼樣包紅包呢 是贏了面子又贏了理智 這真的很重要 是 歡迎你 他最不划算 我超不划算 對 對 下一位熟悉紙場紅包 Mega的紙場觀察家 張雪蘭 歡迎 包袋紅包 讓你變成紙場紅人 但是包錯紅包 會變成黑人 有什麼不好嗎 紅包會看數字 真的 對 數字真的很重要 特別是婚宴的時候 剛剛講到說 那個 不要有這個 四這種不吉利的諧音 一萬四那個 你如果是新朗話 你會怎麼想 一定會覺得說 你是跟我有仇 還是說 來參加是 參加這個婚宴是不甘願 跟美人姐現在很紅 沒有不是一生一世 一世嗎 一萬三 一世 現在這樣子 現在這樣熬 還可以 對 那要不然就是有的人 錯把這個白包的價碼 變成 像我們都知道白包一定是單數 對 三千三 一千三 一千七這一種的 對 那有的小朋友不懂 他想說 錢給你你還不高興 但是也許他包很多 他包七千 有七千三 那這個就是典型的白包的數字 也千萬不要讀什麼 不要讀說新郎新娘 回去不會看你進步 一定會 我記得我結婚的時候 還撈瓜子 還撈瓜子 要看 我結婚的時候我就告訴我自己說 我就告訴我自己 回去不要再看你進步了 收多少算多少 這是人家的心意 結婚當天就喝茫了 回家的時候 我還告訴我自己說 不要看 不要看這種東西 我老婆要給我看我都不要看 因為 那回家以後我就躺在沙發上 喝茫了 其實也沒事幹 我就說老婆 你進步拿來我看一下 就心裡一直掛念著什麼 原來是這一個 對 然後就會看 然後一打開 這看就一個很奧妙現象 當然啦 那種錢很多的也有 像憲哥就包12萬 漂亮 那我也看到一個 我真的想問有沒有看錯 也有包200的 真的假的 也有200的 演藝圈的嗎 玉琳哥 演藝圈的一個想 應該是說想要往演藝圈的 發展的一個新人 我想說你是跟我有醜是不是 後來我才想說 也不能怪他 電影票都買不起 我想想說也不能怪他 因為前一天 他有來公司找我 跟我講了半天 說他是一個多優秀 多有才華的人 希望我能夠拉他一把 能夠進軍演藝圈 當時我根本無心聽他講這句話 因為我就急著明天要結婚 對啊 我就有點講話有點不客氣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你遇到我算玉琳哥 我這個很喜歡講實話 講謊話的人很多 但是會害了你 我就是直接跟你講 你就不適合這一行 你就好好的去做你的專櫃 你幹嘛想那麼多幹 人家還包200部 然後他要離開的時候 我要切成玉琳哥 他也很客氣 等一下 我就從副片拿出西鐵說 明天我要結婚 你太缺德了 人家都已經有心了 還以為是潛規格 你知道嗎 白鴻姐呢 我是有碰過一個白包的事件 他也是包錯了 然後那天那個追思會 剛好我是當招待 然後我就站在電梯門口 然後那個桌子 收電影那個桌子 就在我的後面 然後突然就有一個 也是剛進演藝圈的一個妹妹 然後他就很匆忙 然後而且眼眶含淚喔 他還跟我講說 白鴻姐 我拜託你 你趕快去包 剛剛包的那包拿起來 因為我多包了一千 他包兩千二 對 那他就覺得他失禮了 大忌 大忌 對 就包到雙數 那失禮了 我拜託你 對 雙數 對 然後他就很慌張 然後我看他那樣 我也覺得 就是小女孩嘛 擠得都快要哭了 你知道嗎 我就說好 我幫你 因為他那現場 他沒有找到別人 就我還算跟他認識 他是請我幫他 結果我一回頭看 大家都很嚴肅在那邊 如果今天是喜事 也就算了 就哈哈 包錯了 就去把它拿回來就好了 可是大家都很認真 然後又都是很嚴肅 你怎麼 然後我就這樣 整個這樣子 也非常的擠啊 然後就擠到中間 然後就開始偷偷摸摸的 開始去把那個一疊喔 他們還編號嘛 然後我還先去翻 就是他是幾號 看了幾號之後 再去翻那個是幾號 人家還以為你要偷電 對 人家就會覺得 第一個我愛手愛腳 妳就是該什麼 對 第二個人家覺得 你怎麼那麼沒禮貌 不好看 一直在翻人家東西 可是當我覺得 想說作罷 我正要作罷的時候 我又看到樓梯間 那個妹妹就站在樓梯間 遠遠的看著 我要臉框含淚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不行 然後就真的硬著頭皮 去把他的內包找到 然後就在迅雷不及眼耳的狀況下 就咻 把他一百塊抽出來 兩千億就可以 兩千億就可以 對 可是其實大家那個場面 你知道我真的很 做這件事情 我真的自己流了滿身都是汗 因為真的覺得三條槓 然後覺得大家都在看我 這個人怎麼那麼怪 偷一百 就為了偷那一百塊錢 其實抽一張比較尷尬 我要是你的話 就避免這種尷尬 就多補一張進去 變兩千三 對耶 因為拿出來是惹人嫌話 多放一張 要放進去 人家就說白龍做人有意氣了 就像買肉多拿一個蔥蒜 這樣子一樣 對… 塞回去 反正就是要變單數就對了 就一定要單數 可是你知道他對於這件事情 那個妹妹 他心裡頭壓力大到 後來我拿一百塊給他的時候 他真的差點要 然後跪下來謝謝我 因為他覺得 那個商家是演藝圈的一個 等於是前輩的親戚 他就覺得萬一他們真的 因此而得罪了 他真的嚇到他當時 我還給他那一百塊的時候 他真的是感謝我 感謝到不行耶 對 因為今天就有分好幾種 首先先講到就是親戚 應該怎麼樣 像我們家台南的親戚朋友也很多 然後小朋友一代一代 現在四代了 所以大概小朋友光那種 跑來跑去亂串的那一種 就三四十個 那又再加上我們那一種 三個啊 對啊 我們家就是 確定是親戚嗎 都是 全部 因為我阿嬤就生了十個小孩 他們生活也很悠閒 對 我阿嬤當時很悠閒 真的十個小孩 然後十個小孩 又各自都 就真的是 多到每一個小孩 其實都快要叫不出名字來了 然後你知道嗎 當最大的那個就很麻煩 我大伯 他就變成是最大的 他就真的要發到三代 到甚至於四代 所以他一發都上百個 然後有時候快到兩百個 那本來我們都有一個行情價 就是兩百塊錢 可是後來我大伯都想到說 他兩百個又兩百塊 這樣也是四萬塊錢耶 很多耶 後來他就想了一個廟招 他就每一包紅包都放那個樂透 大樂透的彩券 然後你知道嗎 其實小朋友基本上收到樂透 比收到那兩百塊還要興奮 而且大家就反而還都很 以前大家發都沒感覺 你知道嗎 兩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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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包就是小孩拿了一碟 不知道是誰發的 可是有大伯想到這個點子以後 大家都知道發樂透的 就是我大伯發的 然後大家都特別喜歡 為什麼 因為晚上大家就聚在一起對講 然後就很熱鬧 就變成大家有一件事情 期待是共同 我們大家都在期待的事情 就晚上等開講 然後等開講大家就對 然後誰如果真的對眾大講的話 再請吃飯或怎麼樣 就變成因為那個變得很熱鬧 更熱鬧 對 所以其實紅包不一定要包錢 我一個小朋友真的中一地怎麼辦 對 什麼 真的中一地 真的中一地 要把我們馬上搶回來 對 一個箭步槍的 真的 真的可能 可是你知道這一個小巧思 可能就不但凝聚了大家的感情 然後又不會讓那個流魚 只是一個形式這樣包來包去 沒有什麼感覺 對 那其實我覺得親戚之間的給喜帖 其實也是要給的有分寸一些 像我曾經碰過一次很瞎很瞎很瞎 超級瞎的一個經驗 就是我們家有一個比較遠房的一個親戚 那他也算是長輩大概大我15歲左右 那剛好呢他要 他的小孩要結婚 那理論上一般遇到這種情況 像徐老師一定知道嘛 就是說 這樣的情況的話 他給一張喜帖 可能是給我爸爸或給我媽媽對不對 給一張就對了 就是一家裡頭有一張 然後呢有人代表出席就好 所以我們那次遇到好瞎的情況是 我爸媽一張 我一張 我哥一張 我姐一張 換句話說呢 我們家也不過 五口人就收到四張喜帖 然後我就打算問我媽媽說 媽 這怎麼一回事啊 也不過就是一個很遠房的親戚要 小孩子要結婚 那我們因此每個人都收到喜帖 那我們到底要包多少錢 然後我媽就很生氣的回一句話說 你們統統都不用包 因為他就是要來詐欺 我媽就想說很詐欺 就是說 因為當初 不是 因為當初我們 就是我們這些小孩要結婚的時候 我們也沒有這樣一個一個一個 詐他們 對 那反而是這次他們家的小孩子 要結婚的時候 就這樣一個一個詐我們的小孩 所以我媽覺得說 我們就不需要回禮 那那次結婚 後來就是我爸媽代表出席 那當然也是包了一個還不錯的金額 可是我媽會覺得說 你真的沒有必要這樣子 就是來炸我們這些小孩子的錢 玉琳哥呢 包給親戚長輩 特別是自己的爸爸媽媽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我朋友就發生一個慘案 包做長輩紅包 媳婦瞬間變壞人 我本來不想跟你講 可是我覺得不跟你講會害到 那阿銘就說 我媽有時候什麼地址 直說無法 那媽媽就跟阿銘說 你媽是壞人 那個阿銘通常說 我媽是壞人 然後阿銘說 媽 你剛才不會說 我媽是壞人 阿銘我問你 你當時答應發給我多少 他回來了 那你打算要包多少給我 那朋友就跟他媽媽 就說兩萬 那答應就答應了嘛 那媽媽 好了... 比去年還多 也很開心這樣子 那他們家的那個錢 這老婆在管理的 那時候 剛新婚第一年 然後呢 在回家的途中 老婆就問老公說 那要那個 等一下回家 要包給媽媽多少 那老公就說兩塊 兩塊 那兩塊每個人 數語 對 數語 那就是兩萬嗎 對 其實我們都懂 老婆是外甥人 都不懂兩塊 可是他... 我知道... 好啦 回到家了 那老公回到家 就去找同學朋友 在那邊喝酒去了 這紅包是老婆給的 那我這朋友回到家裡面 就發現家庭的氣氛很怪 大家好像心中有一個 心中有一個秘密 Elephant in the room 房間裡面有大象 大家都看到了 可是卻沒人講出來 那以前媽媽對她 都是很熱情的 因為她過年就大概 頂多兩天除夕出衣 除了要回娘家 以前都是很熱情的 大魚大肉 然後問她一下 要不要吃開心果 要不要吃蓮霧 媽媽一直有心事重重這樣子 那東西也都不端出來吃了 然後兒子覺得說媽媽變了 媽媽可能年紀大了 有一個罹患症 憂鬱症之類的 其實她自己也有點不高興 如果大過年的媽媽 對她態度都變了 然後就回娘家 然後回自己的家 就這樣子過了半個月 父母子之間也沒有通過電話 一直到半個月後的某一天凌晨 還要凌晨 媽媽媽媽媽打電話來 然後兒子在睡夢中 兒子在睡夢中覺得說媽媽 半夜打電話來會有媽媽出事 對啊 就很著急 喂喂喂 媽媽怎麼了 媽媽那個聲音很微弱 它有點嚴峻有點冷這樣子 嚴峻 阿明 我想很久 我本來不想跟你講 可是我覺得不跟你講會害到你 那阿明就說 媽媽有時候什麼意思 直說無妨 那媽媽就跟阿明說來講 你母是壞人 那個阿明當場說 我母是壞人 然後阿明說 媽媽 我的你老婆不會說 他想說我母是壞人 阿明 我問你 你當時答應說要給我多少 兩萬啊 兩萬有錯嗎 你知道你老婆包給我多少 多少 你老婆包給我兩千 就包到兩千 然後媽媽收到以後悲從中來 可是也覺得說不要為錢 悲從中來 也覺得說不要為了這樣 可是又覺得媳婦在做什麼 對不對 她偏偏那個媳婦長得很漂亮 可是有點小三臉是真的 小三臉 有點九尾胡轉 是是真的 九尾胡 你知道有時候女生長得太艷麗 不是 艷麗 女生有時候長得太艷麗 就容易讓老一輩人覺得說 這壞人 她就覺得說 這個媳婦一定是幫老公在省錢 然後省到自己的媽媽 自己的婆婆這裡來的 我覺得親戚朋友 那種包錢一定要講究公平 像我們家 我媽媽他們那一輩 有人小孩生兩個 有人生三個 就像老師這樣 有人一個 有人兩個 這樣很難 所以他們公平起見 他們就講好 通通都不要包 不管其實都是肥的小朋友 然後爸爸媽媽在那邊 互相包錢包來一起 對 也是個方法 而且來來回回還不一樣 不知道怎麼說 有時候你們說好 可是小孩沒說好 有時候小孩 他不曉得家長已經達成協議了 看到了你 阿姨恭喜發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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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拿出來 對 小孩在逼急 阿姨妳是要我說明白一點 是不是 好啦 紅包拿來 他就會變這樣 我們不知道小孩會這樣 這樣爸爸媽媽沒教好 這麼白目 那都講好了 所以我們也就是很清楚 也不用恭喜發財 因為小孩子 那一年 就是這邊的親戚 都講好都不會有 那只好去外面的叔叔伯伯 那可是小孩一定要溝通好 因為小孩的時間都溝通好 小孩還有一種就是 你給他玩 他立刻拆開來 然後就開始拿起來 就在那邊甩 說厲害 有這樣子 然後還在不錯 才六百 你就會很傻眼 你知道嗎 所以小孩一定要溝通 可是我覺得小孩子 都會犯這樣的錯 對啊 你一定要當場 當場機會教育 對 那個不是生日禮物 不能當場猜的 要猜出來 尷尬 不好的意思 對 這個是禮數 禮數 剛剛是講的是那個 親戚和長輩對不對 親戚長輩最重要就是 過年過節嘛 對 但是如果是同事朋友 平常不一定過年過節 結婚搬新家都要包 包含生日也算很該會 對 包禮怎麼包 去年我朋友結婚 但是我真的沒有時間去 都是送禮給他 所以我就請我的助理去 送我的紅包給他 妳有助理 我們有一個業務助理 共同用的 妳不是失業嗎妳 高級的 去年 業務助理 對 然後後來隔天 我就接到我朋友 打電話來很生氣 說要跟我絕交 我說幹嘛 我就想說我包的數字還不錯 他就說 妳為什麼要送我白包 然後想說 我怎麼會送你白包 後來我跑去問那個助理 原來是因為當天 就是我另外一個同事 也請我們那個助理 去送那個 去送白包 然後因為我們的紅包跟白包 都用信封帶裝著 然後我們助理放了就走 所以導致成我那一場 我就收 我那一場婚禮 我朋友收到白包 然後我朋友那一場 把那個商禮 然後收到紅包 慘了 好大了會不會 妳的助理也太 她是帶尖的 因為我們那個 有一個信封帶裝著 所以她就是放了她就走 然後她也沒有點人家 收了再看 對啊 就變成這種情況 我有一個朋友 才前陣子一個女藝人 她到日本去結婚 然後她老公就 招待我們全家 四位 兩大兩小 到日本去四天三夜 參加她的婚禮 那請問一下這紅包要怎麼包 對啊 機票前 對 我們在台灣 我們是不是接到帖子 我們會看一下是哪個飯店 然後飯店等級不一樣 我們也會有一點點 不一樣的價錢 可是到了日本 你去玩了四天三夜 她還特別規劃了小朋友的行程 去海洋公園去什麼什麼 然後在外面有些 說是餐自禮的時候 她老公也是一樣非常大方的 就全買單這樣子 所以感覺上這四天三夜 我們好像幾乎都沒有花到任何錢 就是去玩了一趟 然後參加她的婚禮 可是她就一定告訴你說 你不要放在心上 你不要認為說 你這包的時候 要包多少回來給我們這樣子 可是我們還是會心裡不好意思 她這樣講 我們總不能真的就說 好 那就隨便包包這樣 然後我跟達明就想了很久 想說怎麼辦 這件事情要怎麼辦 於是我們就比往常再包多一點點 表示一點心意 之後我們全部用勞力來代替 對 我們就在她的婚宴上 能幹嘛就幹嘛 對 當招待 然後去差點就去掃地 你知道嗎 當招待 要代位 然後去幫她去張羅很多事情這樣 因為我想說只有這種方法 好像才能 才能回 妳心裡也會比較好 想信過意的 對 不然你想說四天三夜 四個人也要十幾萬 對啊 你怎麼包回去 這是一大筆 你怎麼包都包不了嘛 對啊 那只好用勞力囉 其實在台灣 大家都是包紅包對不對 就包錢 那也有一個大致的供訂價 大家只要尋認那個 絕對大部分是不會錯 其實比較妙的是像在國外 因為他們沒有那個包紅包概念 他也覺得俗氣 所以他們是用怎樣 他就是禮物 而且他會列清單 新人們他會先列清單說 我缺什麼 我缺對杯 然後或者是說 我剛好要搬進家 小家店 可是這也很妙的一個人 如果他列的金額都是很高 那你一個人怎麼去認那個 你要認高的買不起 認低的都被人家認走了 所以後來他們就衍生出就是 可以把這個清單放在百貨公司 然後你如果說我們兩個人 如果我單獨包 我覺得這個禮物 我認不了 但是我可以找燕麗兩個人一起去湊 所以我們乾脆就是把這個金額 一定會到這個戶頭去 所以最後 也許這整個清單的禮物 需要十萬塊 最後他所有的朋友來湊一湊 也許你兩千我兩千 大家就把金額湊足了 所以這個新人就可以把他 所希望真正要的禮物 去把他買帶回去 所以也不管到底是誰送的 那最後就是這些清澎好友 有樂捐的通通都有份 都是有線上的 這個很棒 這也不錯 而且不會難為情 對 對不對 講好講清楚我就缺這個 就大家很公開 不要給我錢 你們幫我們一起買這個 這個不錯 錢真的也滿求 因為我一個學長才 就要結婚 你看我的年紀 所以他很晚才結婚 所以我碰到他 我也替他高興 我說一定要發帖子給我 是真心誠意的 我說一定要發帖子給我 我要參加 結果後來呢 他真的寄帖子 不巧我正在搬辦公室 所以他帖子呢 是寄到我的 舊的人 我搬到新辦公室 那就完全忘了這件事 直到有一天 會計回到舊地址去收信件 然後我收信件到我辦公室 隔了一個禮拜 我很少進辦公室 我進辦公室才看到 天啊 已經過了快一個多月了 我覺得厲害了 這是全世界最失禮的事 因為你自己跟人家 沒錯 要貼子 他會怎麼想你 對 我好難過 我一直在想怎麼辦 你不可能補錢啊 對不對 你這時候什麼匯錢過去 多難看啊 後來我知道學長很愛喝咖啡 特別去買了一組 價值不非的進口的咖啡全套組 然後送去他家 就只能這樣子 是不是也要很小心 這要小心 萬一對方又是重要的廠商和客戶 對 上班族要學的是這個 燕麗姐對不對 客戶有學 其實我覺得客戶很重要 特別是有些客戶 他其實就是一方面在乎你包的金額 另外一方面他又要面子 所謂的面子就是說 最好是有一些名人家持送的花籃 然後那個花籃很大 然後在他的那個婚宴的前面 他就覺得說超有超有面子 像我有一次就是送客戶 就是當然我們除了一包禮金 那禮金也是一個很正常的一個數字之外 那個時候就有同業他就暗示我 就說 燕麗姐 你現在稍微有一點點小小的名氣 你要是再送兩個大花籃過去 然後上面又把你的名字放大處理的話 我相信廠商跟客戶一定會很開心 所以我就照辦了 我就買了兩個很大的花籃 然後再加一包厚厚的一個紅包 結果後來他結婚之後 沒幾天我們又碰面了 又談了一個新案子 案子是進行的非常非常的順利 本來以為至少要開會開半小時 結果那天才坐下來 見面才五分鐘 整個案子就Pass過去了 結果呢 對 非常非常的快速 我那時候就在猜想說 原來那兩個花籃那麼好用 對 超好用 然後五分鐘過後之後 沒有想到客戶就直接跟我說 天明你送那個花籃好漂亮喔 我這輩子沒有看過那麼漂亮的花籃 當面道謝 對 其實你看如果說有錢 或者是你賺到很多錢的業務呢 你可以這麼大氣對不對 但有些就是小職員 人家鐵子又發給你 你會很尷尬 所以其實上班族 也不要把壓力全部放在自己身上 你可以拿到這個客戶的洗帖 你去問你的老闆 你的主管說 這個客戶來的帖子 那我們應該怎麼處理 那讓有些老闆 他其實自己就是有這樣 所謂的交際費的預算 說要用公司的名義去包 所以呢 其實小業務啊 小上班族啊 都可以先去問一下 公司的想法怎麼樣 那如果說呢 老闆他其實就很重視這個客戶 他包很大包 六千一萬的 那你其實帶著這一包去也很有面子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 就跟這個客戶也很好 你也想表達心意 你也可以再來一個個人包 所以其實有了老闆的幫忙以後呢 其實我們一般的上班族啊 如果遇到這種鐵子 就比較不會有這麼大壓力了 好建議 這個是主管要學習的 對 不要讓... 因為上班族就已經生活滿困難的 對 主管要有一筆預算 就準備一下 對 再窮喔 你到擠出錢來包大包 因為這個有時候 他一生也結婚這一次嘛 當然有 對 那有的長官就 比較肥肥 肥肥 就立場評論 有一年喔 我記得我那時候 還是小製作人的時候 我跟另外一家製作公司喔 在競爭某台的一個時段 對 大家就比企劃案啊 然後遊說啊 這樣等等的 然後呢 那一年呢 正好是他們節目部的長官 結婚 那我想說 一定喔 怎麼樣都要把握 這個時機喔 好好的表現一下 我只不只包大包 其實我那時候也沒多少錢 但是我包多少 一般六千八千就很多 但是長官不一樣喔 長官非比普通朋友 我一包 沈玉琳呼風冠雨 再爛的案子也能過 那天喔 我遊走全場 穿梭全場 也不是我的事 我就跟百榮一樣啊 那媽媽也沒叫我 當我們節目部的長官 結婚 那我想說 一定喔 怎麼樣都要把握 這個時機喔 好好的表現一下 我只不只包大包 其實我那時候也沒多少錢 但是我包多少 一般六千八千就很多 但是長官不一樣喔 長官非比普通朋友 我一包 我一口氣等一下包六萬 包六萬 我跟你講啦 其實這 其實這就是變 沒有我那時候已經是 小製作公司的那個 的 對 然後六萬我想說 這當作 這麼直接 對 就當作 包六萬 而且包六萬還不打緊 我就動員我的人脈關係 就 合作過比較密切的女藝人 說來嘛 來參加那個人家的婦 我們也不認識她 你來就認識了嘛 人家好歹是節目部的長官 將來有好康的也不會忘了你們啊 我就這樣喔 幫她找了八個藝人 就是中咖小咖什麼東西 中咖小咖 對 找不到大咖 大咖不會去啦 就中咖小咖 然後他們婚宴的開場 那個dancer跳舞 也是我包的也是我找來的 其實都不太會花什麼錢 都是給人家一點車馬費就好了 因為這個我們節目有在配合嘛 那資源有時候要善用嘛 就用在這個身上嗎 還要用在哪裡 好啦 跟我同時競爭的那個製作人呢 就空空 他就當作一般的婚宴 也不少啦 也是六千塊 那你包的人就離開了 因為他有節目的會議要開 正常包就對了 那天我遊走全場 穿桌全場 也不是我的事 我就跟百榮一樣啊 其實他們也沒叫我當招待啊 我就自己很勤快啊 你不知道座位在哪裡 我幫你看 在這裡 我還可以帶他去 那都不一樣的 這不是小飛的行為 對 小飛後來會這樣都是學我 都完全秉造傳授 然後就簡直就在現場當義工 所以這無形的加值 那長官都看在眼裡面啊 尤其當他對茫茫回到家裡 放在李金布 這是真的假的 當班 他也感同身受嘛 還有當天那些藝人是誰帶去的 他也知道啊 有的時候是你辛苦張羅的這些人 就怕他不知道 有的人就幹這種白工 你要怎麼樣你知道嗎 把這些藝人帶 我們去跟那個新郎敬酒 把這幾個藝人全部帶起來 你走在前面 你好 你好 這些都是我帶來 向你祝賀的 他才會知道說這些人是你帶來的 要不然他還以為是他們自己來的 對 好啦 經過這樣的一場婚宴以後 人生整個命運就逆轉了 有效嗎 本來我是最不可能拿到那個時段 因為另外那家公司很大很大 我很小很小很小 而且你的案子有趣嗎 我的案子還 有內容但是 你自己都沒辦法說服自己是不是 可是兩個禮拜過後 宣布了 打電話來我公司告訴我說 恭喜你 我們覺得你的案子不錯 有些地方需要檢討 但是沒關係 我們就決定給你做了 你有空來台裡面一下 我們來討論一下看怎麼改善你原本的案子 有缺失的地方 你這四兩撥千斤耶 這做的啊 真的 我才花了六塊紅包 可是我後來從那個節目 大概賺了六百萬都有 那個節目還 那個節目還做很久啊 對啊 其實有那個時間很久的 對啊 這是關鍵的 我覺得平常如果是像過年親朋好友的紅包 像我一個孩子 人家兩個就算了 但是這個什麼 廠商跟客戶 我有一個有生意往來的朋友 然後呢 他讓我見識到人情世故的高招耶 對 因為我一個孩子 他三個孩子 那過年前聚會一定要準備紅包 那我就想說他三個孩子 一人包兩千 那我一到就一人兩千 對不對 那他要不要給我小孩紅包 無所謂 因為我們並沒有預期一定要給紅包 雖然在過年前不久 所以我走的時候 他給我兒子一個紅包 對那我想應該也就是兩千嘛 因為我給兩千 回家一看六千 等於他把他你給他的錢 還你 這件事我印象深刻 後來我在觀察他的那種為人處事 終於了解他為什麼是成功的生意 因為如果你不花 不想欠你 對你不多花一個心思 你也兩千回去 那這件事我也不會拿出來講 一包六千 有那個重量 對 對 所以客戶廠商的那個金額 是要特別的商榷一下 是 那萬一碰到老闆或長官的 直屬長官的那種 那該怎麼包呢 我之前在電腦公司上班 然後那一次我們 因為老闆不多嘛 長官不多 就大概那一兩個 其中有一個結婚 那一次我才真的發現 人心的嫌惡 因為從一剛開始我們收到他結婚的時候 就其中有一個同事 他就非常積極熱情的在問大家 要包多少 因為我們大家就想說 大家要包就都包一樣的嘛 因為都我們共同的老闆 不要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他就說 我們到底要包多少 我們就說對 然後我們就討論一下 就說那就包 大家都包三千六 都一致這樣子 結果那一天洗夜了 大家都坐好了 然後那個他也坐在那邊 一個男的坐下來 結果突然後面 遲到來的一個男同事進來 披頭就問那個男的說 你包多少錢 然後那男的說 就跟你們包一樣的啊 我們大家都包一樣的 不是都講好了嗎 你包多少錢啊 多少錢嘛 就你們包多少 就我包多少啊 還沒應 含糊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說 大家就說發生什麼事啊 大家就開始逼供他嘛 原來是因為後面遲到那個男同事 喵到李青步 他跟我們包的不一樣 他比我們包得多 我忘記包的是到六千還是多少 反正他包得比我們說 很多 對 所以當場就被兩包 你知道嗎 結果你知道大家 我本來還想說 那他包得多 就是他包得多 結果我沒有想到大家那麼氣憤 你知道嗎 因為那是一種 被判的感覺 而且一剛開始號召大家 因為你包八千會不會 不是 對 然後就是大家就說 是你號召的 你還這樣子來弄我們 原來為什麼你那麼熱心 就是因為你就是要打聽大家 要包多少 對 然後都知道別人說 而且還講定 就我們都包一樣的 還講定 結果自己弄我們 所以那一天他整個 被公幹到一個 他大概吃到湯圓就走了吧 就第二道他就走了 因為他吃不下去了 太難看了 太難看了 然後之後其實他沒多久 真的就離職了 因為大家都沒有辦法再 跟他共事 看到他就差點吐他口水耶 真的很氣他 就是這種人 這件事在職場上 如果他踩著別人往上趴 他只要不被發現 也是高招 是 重點是他可以發現嗎 就是老闆會看 老闆會看 會看 我如果看到他這樣子 其實心裡會覺得他厲害 可是也會防他 對 會這樣 聽話很重要 他總有一天 這個人員上面會受損 對啊 我曾經有一個經驗 就是說 我有一個長官 然後他就不好意思請客 因為是再婚嘛 那他就會覺得說 你們是怎麼知道的 他有 你跟你們講 不是啊 前妻來講 對 他會想要明顯 前妻發黑 他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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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公司人都知道 就是他們常常會約在 就下班之後在公司附近吃飯 喝下午茶之類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 有那個默默在關心 好八卦 可是因為他們就真的就結婚了 然後那時候他也沒有發指揮給我們 他們也沒有宴客 因為就是再婚 然後所以我們幾個小蘿蔔頭就在討論說 那到底要怎麼樣去表達 我們對老闆長官的一個感謝跟祝賀 那因為我們知道他很喜歡琉璃 所以我們每個人就抽一點錢 抽一點錢 然後呢大家合資 買了一個幾萬塊的一個琉璃 然後送給老闆 其實老闆還滿開心的 因為他也喜歡藝術品 所以有時候就說人家 他是比較低調 但是其實他收到你祝福的時候 他真的還是會覺得說 你這小孩子不錯喔 你很懂事喔 你很貼心喔 那大家就說我們可能 就是薪水不多的時候 沒有辦法一個人買很大的禮物 那沒有關係 就大家湊一夥嘛 然後我們可以在那個卡片上面寫明說 是誰誰誰誰誰誰 一同祝賀 然後老闆就知道說 原來公司我帶了20個小朋友裡頭 就你們這五個最乖最聰明 知道送我禮物 你剛剛講到送禮物 我們也有一個很妙的經驗 是因為我們的小老闆 他大概年紀比 然後他跟我們也很好 小老闆就是老闆的兒子呢 他生日 然後他也講 大家不用什麼 大家來玩嘛 但我們就想說總是要送禮嘛 那我們就想說 如果包錢呢 太俗氣 而且你有時候送太好的東西 他其實也根本 會造成我們的負擔 那他其實也什麼都不缺 那我們就想說送一支比較特別的 所以我們就想我們要送法蘭茨 法蘭茨 台灣之光 那我們也不是說太有辦法說買一組 所以我們就是挑了一個盤子 那也挑了一個比較低調的 是可以食用的一個盤子 結果我就包得很漂亮 然後那天派對的時候就送去了 結果那天小老闆喝得醉醺醺醺的回家了 就把所有的禮物打包 弄一弄就扛回家了 扛回家以後外用就打開了 一件一件幫老闆拆開禮物 把東西歸位 瓷器嘛 盤子把它收到廚房去了 所以老闆根本不知道說 我們送了一下他吃的東西 然後有一天呢 他就看到說有一個盤子長 這還不錯啦 然後後來想一想 好像有這麼一回事喔 他們就說人家送你的生日禮物 他就想一想就打電話給我們說 我生日 你為什麼要送我盤子 他說我們送你這是法蘭茨耶 他就趕快把它翻過來說 真的是法蘭茨耶 這就是如果說人家不識貨 當然這個不識貨是外用 如果人家不知道你送的是什麼 反而也求 所以後來第二年呢 我們就不送這麼高級的東西 我們送新意 同胞應該怎麼包 不失禮也不心痛呢 這個金額其實還是可以去參考一下 你跟這個人的關係 如果說關係並不是那麼的親近 而且他就是莫名其妙想要詐你 那我就怎麼反而也求 所以後來第二年呢 我們就不送這麼高級的東西 我們送新意 我們去那個DIY的那種家具行 他們不是有那種做好的一個框嗎 像框 但上面有很多格 所以我們就去 然後小老闆的那個Facebook上面 去登錄很多他的照片 因為他剛生小孩 所以呢 他又有他跟他女的合照啦 他們全家福啦 我們就一張張把他的小朋友的那些 幾個漂亮的照片登錄下來 然後就把他組成這12張照片 這麼大的一個相框 把他送給他 他們收到就覺得好有創意喔 然後我覺得像這樣的禮物呢 又值得珍藏 然後他又會印象深刻 如果哪一天呢 他小朋友長大了 他再把那些照片拿下來 換上其他的照片也可以 所以這種東西的實用性 跟心意更大 最後講到紅包的金額 因為我結婚是二十幾年前的 所以那時候我結婚 同學又大學剛畢業 有的還沒工作 沒什麼錢 所以同學包的禮金 當時大概是六百八百之譜 當時的物價嘛 對 但我的同學 我是很早婚 大份很晚婚 過了十幾年以後 他們三幾歲在結婚的時候 誤患心怡 股票大漲 然後也賺錢 在我的一點收入狀況 大家都知道 一出手不能六百啊 人家就虧耶 我後來可能還三千六 後來還六千 所以那個金額太早結婚也不是很好吃 真的 所以這個是給我們一個啟發 是不是 十千萬婚 現在就要講就是說 你那個紅包的禮金怎麼包 你自己呢 就是不心痛 但是也不失禮 是能學問對不對 對 燕妮幫我們大家最後做一下 好 就是說其實我們還要看收禮金的人 他的性格 如果說你確定他這個人的性格 他是真的很重視面子 也很重視銀子的話 那我會覺得就是我會建議啦 怎麼樣我們都想盡辦法 湊一點錢出來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有點痛 比如說有些人他就會覺得說 好 你一個人來吃 那兩千塊應該很夠了 可是有些比較愛收禮金 喜歡很重視錢的人 他會覺得兩千塊不夠啊 你要包兩千六啊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從他一些平常的一些性格 他是不是很重視錢 這個點來觀察 如果是的話 我覺得就是想辦法多擠一點點錢出來 那另外就是有提到就是說 那個金額其實還是可以去參考一下 你跟這個人的關係 如果說關係並不是那麼的親近 而且他就是莫名其妙想要炸你 那我覺得你甚至可以選擇不出席 然後包個一千塊 我覺得都不失禮 那如果說選擇要出席的話 不是特別熟的兩千塊兩千二 其實我覺得都已經很不錯了 那當然如果說關係特別好的話 像我包個我注意 大概都六千塊八千塊起跳 就是要看關係 關係其實真的蠻重要 那大家如果說你覺得你這陣子手頭真的很緊 然後是你很重要的長官 或者是幹部要結婚 那沒有關係 包不到八千一萬 沒有關係嘛 你就包個兩千啊 然後再送一個小禮物啊 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但是有時候關係很難 關係很主觀 你知道嗎 常常發生一種事情 我可能覺得我跟你很好 可是你卻不覺得你跟我很好 對 或一個朋友結婚 或一個朋友結婚看那個禮金布 他覺得說 我跟那個很好 他怎麼包那麼少 他比較直長直 遇到他質問他 我們交情你才包這樣 我雖然不是你最好的朋友 但我卻陪你最長最久 你現在這個金牛 哥直喔 然後那個朋友出去就說 冤枉我跟他還好 他怎麼對我 他太濫情了 認知不一樣 認知不一樣 不可能 我今天學到滿多的 對不對 不過基本的那種尊重 你們當然還沒結過我們嗎 對不對 不一定結束 不一定結束 人家會隱瞞婚姻 中國人還是一個 禮尚往來的社會 所以金額上面考量一下 幹事也要盡量量